在臨床之前做了很多組合 這也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問題 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找到一個劑量 這劑量是大家可以接受 而且濃度其實也不錯 跟原本從劑脈點力給的情況來講 事實上效果不錯 慢慢去把這個劑量把它定出來 這個是屬於那種 比如說我們測試 皮價給賀藍品給600毫克 跟賀吉陀1200毫克 他們的劑量從點滴 以及皮價可以來講 兩個劑量從畫這個曲線來講 相屬於可接受的 根據這個東西就定一個劑量 我們只要給賀吉陀的話 基本點滴就給1200毫克 如果是那個賀藍品就給600毫克 這是我們講的起始劑量 就是一個loading dose 你要把它定出來 大家想說這個 給藥濃度是OK的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一些副作用 這也是很多 臨床不理人員跟醫師 病人都會關心的問題 第一個 產生一次的副作用來講 其實沒有明顯的差別 病人這樣頭痛、噁心、嘔吐 副作用對 兩組比起來好像也沒有統計上 明顯的差異 代表說這兩個藥 其實大家使用上來講 其實一般反應不錯 但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腹瀉比例 是明顯的減少 就是說你看看就是說 過去來講 就是我們那個 使用來講 在這個使用賀藍品跟 賀吉陀 我們如果再使用上來講 我們剛才說 其實這兩組 其實同意上 事實上是沒有很明顯的差異 代表說在患者安全性來講 事實上是一個可接受的一個組別 另外一個臨床 這個臨床試驗我們做簡單的小種 就是說 第二我們在考慮這個藥物 動力學跟劑量對 目前大家找出來就是說 大概從那個 起始劑量給1200毫克的情況之下 合併那個 賀藍品600毫克 相當於就是說 我們目前過去在使用的劑量 賀藍品跟賀吉陀 那維持技能來講 那個賀吉陀 大概使用的計量是600毫克 那因為賀藍品以前使用600毫克 這兩個大概用在維持計量 是目前大家認為是合理的情況 那目前就是說 藥物使用上 安全性跟支援比 還是沒有明顯的差別 那另外一種事件叫做 Fedric 他是在一個第三級 他評估對 就使用這個Fesco 相當於過去使用了 賀藍品跟賀吉陀 金脈點滴在藥物動力學 其實療效安全性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 他收集的個案 就針對總共大於兩公分 086轉移 或是局部晚期的病人 這也是我們目前做 前導型化療 大家比較建議的族群 那當然我們要分成兩組 就是一組是屬於 那種金脈點滴給予 一組是皮價給予人 那我們以前比較常用 會點亮就是說 小鴻美之後追加紫三層 合併這個療法治療 那這邊跟大家講說 其實目前還是比較不建議 小鴻美跟這種療法治療 像賀藍品跟賀吉同時使用 那知道小鴻美有新毒性 那這個賀藍品跟賀吉同隊 他們當然也是有新毒性問題 所以目前比較不建議說 例行給小鴻美跟賀藍品 賀吉同時要合併使用 所以目前把它分開使用了 那在使用這個 雙鴻美之後合併紫三層隊 再使用四個週期之後 對我們再使用開刀 所以它總共打 八個週期 四個週期的小鴻美 跟四個週期的紫三層 合併紫三層 那之後去病人去做手術 那手術完之後 我們再合併追加給 大概將近快一年的一個 雙鴻美之後 後續追蹤了 那目前跟大家報告的結果 就是比較早期的結果就是說 它在藥物動力學 以及總人來下來之後 病理反應的情況 那這比較長的時間 可能會有後續病人追蹤的數據出來 那第一就是說 大家完成治療比例 會不會有人會說 打靜脈或打底下針劑 導致病人不能夠完成的治療的結果 會不會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要不如說大部分的病人 都能順利的完成這所有治療 那會不會有說打藥物造成病人的延遲 對齁 甚至延遲的機會其實都不是那麼高 代表說這些處方目前已經廣泛 被大家所接受了 那大家很好奇說 那我們使用這些藥物隊 在藥物動力學 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剛跟大家講過這種 錯失控制 錯失最低濃度 從靜脈點滴給予的靜脈濃度 不管是給雙標法治療這些組隊 相較於皮癌針劑 皮癌針劑的最低濃度 它事實上是沒有屬於這個 靜脈點滴給予 生理濃度好像還高過於這個部分 那麼說你這個現在藥物技型的改變 它能夠達到穩定的一個血中濃度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也不會很快被代謝掉 反而好像會有助於在患者治療的情況之下 它維持一個有效最低濃度的情況了 再來就是說 我們用那個 好像的情況 我們來看鶴癌品來講 我們剛講的是鶴極酮 你看鶴癌品它也是一樣 相較於之前的一個給藥 那我們最後一次的換藥物 去看鶴癌品它的血中濃度 你看說從靜脈點滴的這個濃度 相較於我們給那個 皮癌針劑的鶴癌品濃度 另外說皮癌針劑的濃度 事實上是沒有比較低 甚至好像它比較高一點的感覺 這個都是一些證據證明說 我們今天給皮癌針劑的效果 並不會屬於給靜脈針劑的結果 大家很關心說 我們做前導型化癌之後 這殘存癌細胞的比例 你發現說 我們今天給那個雙標把 用皮癌針劑給予 跟雙標合併化癌給靜脈給予給予 它這樣PGR比率其實都很高 幾乎都是將近六成左右左右 代表這兩組隊 它得到治療有反應的效果 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給雙標針劑 兩支腸彈性打 效果比較不好 很多證據告訴我們 事實上是有效的一個情況 大家說 我們在做臨床試驗來講 它產生病發症的比例 任何病發症比例 以及比較嚴重病發症比例 實上是沒有差別 其實也很少患者會造成死亡 或是說需要中斷治療 這比例都其實非常低